刘邦有幻想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他对刘邦有幻想 这个幻想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 他功劳大 他觉得我这么大的功劳 主上还会伤害我吗 他对刘邦这个幻想非常重 他的幻想来自的第二个原因就是 韩信是个知恩图报纸 你看当年那个嫖母不是给他饭吃了吗 他做了楚王以后怎么对他嫖母 千金重谢 当年受垮下直辱的那一个无赖 他封了那个人 他没有报复那个人 封那个人做中尉 就是让他去当警察了 就当警察局长了 他韩信对人总是一种态度 就是知恩图报 以德报怨 他是这样来对人的 当然他也希望别人也能够这样对他 这往往就是善良的人 最容易犯的仇 我不害他 他还会害我吗 这样想 这是幻想 第一点 第二点 没有称霸之志 韩信这个人是有志向的 志向就是英功封王 他既没有项羽的称霸之志 也没有刘邦的称帝之志 他就是既不想当霸王 又不想当皇帝 他只想当一个英功封的诸侯王 就是他把人生的目标就定在这个位置上去了 你要干别的 他不干 第三点 就是他对刘邦的精神臣服 从精神上臣服于刘邦 有一个严格的依赖性的人格 他这个人格上 他没有一个自主自强的人格 是非常依赖他人的一种依赖性的人格 第四个原因 他性格中间的犹豫徘徊 有的人性格非常果断 有的人的性格就是犹豫徘徊 韩信是犹豫徘徊之人 不果断 这四个原因导致他不会判断 这是韩信跟刘邦关系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对刘邦的幻想被打破了 幻想被打破的原因是陈平设计刘邦尾游云墓 诱补韩信 装了游云墓 韩信一来半年把韩信抓起来了 抓起来又找不到证据 把他从楚王降为怀恩口 这件事对他刺激非常大 打破了刘邦 韩信对刘邦的幻想 所以你看韩信一听说刘邦要到陈地来视察 他第一个反应欲发兵反 第一个反应就想发兵造反 你可见 他这个时候已经有警觉了 所以这个时候应当说 韩信已经在反和不反之间摇摆 但最终反了没有 没有反 没有反有两个证据 第一 史书记载 韩信考虑过来考虑过去 自夺无罪 我自己想来想去 我没有错 我没有罪 你凭什么抓我 你想想 自夺无罪 说明他确实没做违法的事 第二 刘邦抓了他 最后又放了他 把他亡 降为侯 假如韩信真谋反 刘邦能把他降亡为侯吗 刘邦对谋反的一律是傻 没有一个宽恕的 说明他确实没有反 那么他不谋反 为什么最后被刘邦所抓呢 这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韩信 单心为尘 但是又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就他有些做法上 还达不到像萧和那样 让刘邦彻底解除对他的戒备 所以刘邦对他的疑心没有解 所以最后还是被抓了 当然韩信被抓以后 韩信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了 韩信最重要的变化是两个 把他从处地抓到京城 把他亡消掉 封他为怀音侯 住在京城 韩信从此以后 称病不上朝 这实际上是什么 这实际上是用一种消极的态度来对抗刘邦 你不信任我吗 不信任我我也不干 你就是不让我带兵 你让我去管 我也不管 不上朝 第二 修裕和将冠为武 将侯朱博 影英侯冠英 这都是第二梯队的大功臣 但是韩信很耻于他这帮人 化到同一列 他成为一个侯 韩信的功劳是当时第一的 他是王 所以把他降为侯以后 有一件小事 有一次他去范快家里头 到范快的府上 范快有双重身份 第一他给刘邦是连金 第二他是大功臣 所以他被封为五阳侯 韩信一到范快的府上 那范快 受宠若惊 史书记载 范快对韩信是跪拜相迎 范快对谁跪拜 只有对韩信 佩服韩信的才能和功劳 而且说了一句话 说将军竟然来到我的家里边 实在让我范快 感到非常荣幸 您是那么一个大功劳的人 来到我们这个韩社来了 结果韩信的出来以后 养天长探 我韩信落到现在和范快这好人弄到一块去了 看不起这个麦狗肉的 他觉得他能弄个猴 那算个什么猴 我的诸葛王竟然给这些人弄到一块去了 很不屑 所以这个时候应当说 韩信的话 对自己的这种状况 已经心生不满了 很不满意 因为他感到对他不公正 他的幻想也毁灭了 另外他的人生目标丧失了 他的目标是封王 现在王没有了 同时还让他大使脸面 他本来是第一功臣 最后被刘邦抓住绑起来 用车从陈地一直拉到京城 这一路上都是关在那个囚车里边 所以感到非常 这脸上挂不住 换句话说 刘邦用不光彩的手段 来对待韩信 进行不公正的处理 让韩信感到心寒 大家注意这两个不 不光彩的手段 不公正的处理 让韩信心寒 所以韩信就这样 心里面产生了谋反的愿望 所以他从不反到反 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关于韩信之死 有观点认为 那是因为韩信谋反 才招致被杀 而还有一派观点认为 韩信没有谋反 当年 怀通穷尽天下的道理 试图说服韩信 韩信都没有动心 那么现在他为什么谋反呢 所以他们认为 韩信谋反是莫居有的罪名 是被冤枉的 那么他们有什么证据呢 下面我介绍另一派的观点 韩信没有谋反 这一派有什么证据呢 第一 策反 陈希不合情理 你说这个刘邦最信任的就是陈希 陈希去给韩信道个别 韩信就把左右推开 就说我要跟你说番话 你将来去那个地方 他俩就开始 商量谋反的事了 这可能吗 当陈希是受刘邦信任的一个大将 去韩信道个别 我要出差了 到外地去了 好长时间不能见面 陈希并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要谋反 人家没有表明态度要谋反 他怎么干 一见面就跟人家说谋反的事 这不让人觉得太奇怪了 你一个老同事来看你 你俩一商量就马上就商量谋反 人家没说谋反 你怎么敢这么轻言谋反 何况是韩信这么一个这么不受信任的人 这个不合理 第二 谋反的时机不合情 那谋反时机 他手握精兵三十万在齐王的位置上 两个人劝他谋反 他不反 现在手中一个兵没有了 他要反了 这合乎清理吗 这个疑问 后人传得非常广 唐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许魂 写了一首诗叫韩信庙 这个诗写了很漂亮 这个诗写了 就是我们刚才那一派那个观点 怎么解释了 朝圆云梦 木南巡 就早上说要去游云梦 晚上就决定就出发了 说明刘邦抓捕韩信的时候动作非常快 早上商量好 晚上就启程 这叫朝游云梦 木南巡 第二句 以为功名少退身 意思说韩信已经成就了功名的时候 他应该全身而退 他没有退 惹上麻烦了 第三句给第四句是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翻点 竟握兵权由不得 手里掌握了三十万大军的军权的时候 你不反 更将心机脱河人 手里边一兵一卒没有了 你去跟人家商量谋反 你光杆司令一个 就跟人家商量谋反 而且人家对方不用说来找你谋反 人家来给你告个别 你就跟人家商量谋反的事 这是许魂的事 第三 动用兵力不合情 韩信谋反向动用什么兵力 把京城官府的奴隶解放出来 然后让他们武装起来 去打 这个合理吗 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 你是一个猎侯又不受信任 没有皇帝的诏书符节 那么这些官府的奴隶怎么会相信你 怎么会听你的了 第二 就是他们听你相信你 这能集合出来多大一批乌合之众呢 你带着这么一批乌合之众 去攻打皇后和太子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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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